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赵哥开讲 我们看一下 这两天的指数是受到台积电的拉台往上 台积电往上拉升的时候 我们看得到出来 业绩股跟AI数据反而是回挡 各位投资你注意一下 下礼拜台积电会回挡 台积会回挡 台积电回挡就当你什么意思 下礼拜指数会拉回来 指数会受到什么影响 台积电还有台售四宝 还有联发科 联发科这一些 还金融股会轮流的回挡 那这一些轮流回挡就是告诉你怎么样 占前指股比较大 所以指数容易受到这一些前指股的拉回回挡 好回挡 但是你注意一下 这礼拜业绩非常好的 AI伺服器 还有业绩股 还有这一个怎么样 车电 它下礼拜一顶多 先下后上 那礼拜一震荡之后 下礼拜二之后 这一些股票就会走出它自己的道路来 也就告诉你怎么样 下礼拜注意 前指股降温10指数 我给你讲指数下礼拜 一跌然涨 为什么呢 受到这一些前指股拉回来 可是这一些不占前指股的 各位投资人知道 不占前指股的 AI45G 业绩股 车电 会轮流上涨 使这一个大盘 下礼拜 指数虽然回挡 可是 不让大盘产生失控的现象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注意一下 下礼拜选股不选市 那尤其今天晚上美国股市会大跌 那谁都知道美国股市会大跌 是因为说到怎么样 英特尔 英特尔占前指 所以美国股市会大跌 那美国股市大跌 你认为这个正不正不正常 我认为很正常 你看一下道琼 长得这个样子都没有回挡 难道这个都不需要回挡 我跟你讲要回挡 你看一下 NASDA指数 长得这个样子 都没有明显的回挡 你认为这个不需要回挡吗 一定要回挡 一定要回挡 但是我告诉各位投资人 我们的指数 还好 这一波已经怎么样 大回挡下来 我们跟你讲说 指数跌到17463到17341 有四个族群强势在这个地方落地 但是有可能会怎么样 跌到这个地方 这个弱势股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台湾的一个指数 好 你看一下 有没有 我们这大有做回动 这个地方有做回答 但是你注意一下 这一段行情上来 是什么涨上来的 是台积电 大部分是台积电 台积电贡献相当大的指数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回挡 我跟你讲 台积电要降温 那等一下我跟你分析 从台积电的基本分析 告诉你什么现象 台积电走到这个地方 要开始降温了 懂得你知道 中小型股会怎么样 会有所表现 第一个重点 所以今天美国股市 我们跟你讲 今天美国股市会打跌 合理解释会打跌 但是AI数据器 车电 业绩股 各位 你不用怕 为什么 譬如说伪创 这一波 只长这样而已 但是你看一下台积电 长得这个样子 你认为台积电要不要回挡 很正常 我觉得台积电回挡很正常 好 你再看一下 2421这一波 有什么涨到 没什么涨到 对不对 好 你看一下 2329这一波怎么样 也没有什么涨到 那跌到这个地方 各位投资 你下礼拜就可以做 好 你再看一下3044 有起到吗 没起到 2301 有没有涨到 没有涨到 那这一些股票 各位 你看一下联系回挡四天 所以这一些股票 下礼拜 各位 我希望今天美国股市 重挫 跌越生越好 因为这样你才会怕 那你会怕 你可能怎么样 非理性的杀低 把好股票也杀出 可是 你好股票杀出的时候 有些人在怎么样 背后 等着你杀出 他要接走 第一个重点 跟各位投资人讲到 好 第二个重点 我们跟你讲哦 这一波各位投资人 你注意一下 有些我跟你讲说 低基期的股票 你可以不及 今天真的是了不起 这一档股票还在涨 这一档股票去年EPS 负1.5 好 那负1.5从96块哦 这个地方是96块 涨到400多块 还一直往上拉 各位 那这一些 从低基期股票 涨到高基期 各位这一些 你看就好 你看就好 好 你再看一下 5426 哇 这个股票还一直在涨 这一档股票 去年Q4 转亏为盈 前年的EPS 只赚多少呢 2毛2 只赚EPS 0.22元 股价涨到怎么样 41.9 所以我跟你讲 有些低基期的股票 各位投资人 注意一下 你看一下 今天低基期股票 你看一下 6229 哇 这个还在拉 各位 我从那时候跟你提出来 这个低基期 你寻找这一种股票 好 这一档股票 去年前三基 户0.2 各位 你看它涨的这个样子 好 你再看一下 3294 低基期的股票 哇 大涨停板 这个EPS怎么样 前三季户1点 因为低基期 好 629 因为低基期 好 结果今天有三档股票 也因为低基期 拉出来 你看一下 6165 低基期 有没有 拉涨停板 一大早 拉涨停板 好 你再看一下 3297 也因为低基期 拉涨停板 哇 他把它拉涨停板 好 你再看一下 3128 也因为低基期 拉涨停板 哇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有人敢这样拉 3228 大投机股 所以各位投资人 我跟你讲的 2484 这支你一定要注意 它是有基本面的 它去年 大概赚 1块9到2块 1块9到2块 那比这个怎么样 5426 只赚多少 0.22元 好 这一档股票 有基本面的 赚多少 2块4 2块4 但是既然比怎么样 5426 算鸟毛鸟 涨到十几块 所以跟你讲 低基期的股票 各位投资 你不用怕 你要找怎么样 有基板面的股票 低基股 所以你看一下 那一些没有基板面的 只是因为低基期 就有人敢这样拉 那这种有低基期股票 这种有基本面低基股票 各位 你皇帝要不急 好 第一个单年 我跟你讲这个观念 所以各位投资 你注意一下 下礼拜 还是会有 不停 的低基期股票 一直冒出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样 今年 台湾的股市 其实是走一个大多头 所以大家找低基期 你看一下 2409 这个业绩好不好 也不好 3481 业绩好不好 也不好 对不对 只是说怎么样 现在价格不再跌了 就长了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 你找有基板面的股票 西华 609 季核 还有一档股票 6190 这一档股票也有基本面 万泰 但是我认为 西华跟季核 会先涨 好 第二个重点 各位投资人注意一下 有些股票是怎么样 你可能做当冲 比如说3702 对不对 走到这个地方 你做当冲 因为这一档股票 去年前三季 EPS的2.5 2.5 涨到89块 2.5 好 你看一下 3264 去年前三季 EPS多少 4.53 4.53 所以今天回档 各位 这个如果下礼拜 有回档 各位 你不用怕 为什么 3702 换2.5元 89块 这个股票赚多少 4.53 好 这一档股票 我认为下礼拜 非常好的买跌 已经到了 今天我再跟你讲 就是注意这一条线 他这个地方 先下后上 这一档股票 去年前三季 EPS多少 4.09 4.09 有没有比 3702 2.5 好多少 好的一块半 这个股价在89 但是这一条股票 好 再来 我跟你讲说 5483 这个业绩好 好的不得了 那下礼拜 各位 拉回来 好的买点 那今天联电打回来 各位 联电不用怕 下礼拜 受到美国股市大跌 会怎么样 先下 后上 留 下眼线 所以我跟你讲说 低本一笔的股票 尤其 我先前跟你介绍的 台新科 让多少人赚到大钱 今天又创新高 那台新科会做整理 会做整理 还有跟你讲说 6239 当时我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有没有 129到124就是底部 涨到接近150 好 那封测股的台新科历程 会做整理 接下来轮到怎么样 轮到这个 新钱 6147 注意 会联合这两档股票 那这个股票也应该怎么样 应该会止跌 但是应该 他还要再整理 一到两天 可是优先注意怎么样 新钱跟利用 各位 我跟你讲 第二个部分 第一本 那第一本里还有车电 1319 有没有我跟你讲涨 今天涨到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你要尊重它 所以这个地方会整理 轮到什么股票呢 各位 1522 6284 加帮 6279 还有6672 那各位 特斯拉股价下跌 各位这档股票不用太怕了 这档股票下礼拜应该是先下后上 先下后上留下影线 甚至怎么样先下后上会缩红 这档股票超跌了 好 我跟你讲说 第一本一笔股票 好 各位投资人 我跟你讲到第二部分 好 第三个部分 各位投资人你注意一下 有些股票你只能做当冲 6462 各位 你不要觉得他很强 没有基本面没有那么好 做当冲 8054 安果 做当冲 还有低价股 我跟你讲 6140 你找到这个做当冲 8096 这个做当冲 但是你这些做当冲的股票 我给你建议 如果持有人 你洪高应该站在卖方 那空手人不要买 顶多做当冲 你反而要拉回 刚才我跟你讲的 2484 609 所以跟你讲 17期的股票 注意哪些 低本一笔股票 注意哪些 再来怎么样 做当冲的股票 好 第四个部分 我跟你讲 我们看一下 美国股市 你看一下 对不对 这还是落 高通要整理了 手机 AI手机没有那么好 高通要整理了 那英特尔也要整理了 所以跟你 AI 匹系没有那么好 好 真正好的股票在哪里 我跟你讲 IVM IVM就是代表什么 低基奇股票 就是低本利皮的股票 我刚才跟你介绍那些股票 第一本 中美金 技嘉 瑞宜 联电 新权 齐邦 历隆 提威 西 家邦 茂莲 腾辉 这些都是怎么样 低本一笔股票 所以告诉大家 好 那最强势股票 各位看一下 这个大家知道 那今天美国股市会大跌 那AI伺服器也会回档 但是 七档AI伺服器还是有强势 这是这七档股票会轮流回档 但是也怎么样 我也会怎么样 有强势的个股 有些会怎么样 抗跌 有些只能出现一个小跌 有些会怎么样 留下一个怎么样 长的下眼线 有些会怎么样 缩黑 甚至有些会怎么样 因为最继承长性还是这些股票 好 各位 我跟你分析 这个都跟你们讲过了 有没有 好 这个跟你们讲过了 好 今天 各位 核心重点在这里 伪创 优势的财报已经公告了 各位你看一下 他第四季营收2306 比第三季2170 激增多少 6.2% 可是他的毛利多少 213.42 比第三季的170.42 激增多少 25.2 那为什么会激增25% 就是代表到毛利率上升 好 你看一下毛利 第三季7.9 第四季9.25 上升1.35% 好 你再看一下盈利 本业获利 第三季67.96 第四季怎么样 107.48 激增多少 增加到54% 4到5倍 有没有 所以是拉很快 好 但是他EPS怎么样 从1.67下降到1.18 为什么下降 因为第三季 夜外 15.86 我跟你讲说 第三季 他的汇兑收益多少 29.55% 第三季的汇兑收益 因为台币贬值 可是第四季 汇兑收益 变汇兑损损失 所以这个是在 夜外损失造成的 可是你注意一下 明年 去年 EPS4.18 明年会增加多少 6.8 年增多少 62.7 好 我们再分析给你看 有没有 毛利率跟盈利 增加的很快 而且怎么样 他的EPS 联征会62.7 好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 看一下第四季 营收 激增多少 14.6 毛利 激增11.36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写错 这个地方是53 53 毛利率53 好 毛利怎么样 下降 好 你看一下 激增11.0 这个是比这个弧大 这个毛利是不是激增 好 你看一下 联电 台积电 这个激增弧度是比它小 好 为什么 毛利率下降 那盈利呢 激增14.1% 盈利率呢 你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写错了 下降 41.7 到时下降 0.1 好 毛利率盈利率都是下降 这个写错了 EPS呢 8.1到9.10 13.10 因为怎么样 它业外收益 有大幅的增加的现象 好 今年呢 他公司表示了 今年营收会增加21%到26% 但是你注意一下 今年的整体毛利率会比去年 整体毛利率 54.6下降到怎么样 53 所以为什么 营收成长21.2% 可是他EPS从32.24% 继年增到37点 只年增多少 16.3% 因为怎么样 它毛利率是下滑的 所以营收成长21.26% 毛利率下滑 所以他怎么样 年增弧度比较小 各位 年增16.3% 可是你看一下 AI数据器比例增加了 EPS年增多少 62.7% 所以我跟你讲 台积电 下礼拜要回档 指数降温 何待机 懂你是不是 所以 AI数据器 才是真正的主流 各位 下礼拜 我认为 先下后商 下礼拜 先下后商 623下礼拜先下后商 下礼拜先下后商 但是不排除 有些 开平盘 甚至开平高 为什么 因为今天美国股市会大跌 今天已经领先回档了 你懂不懂 今天领先回档就是反应怎么样 美国股市大跌 我们先反应了 所以你明天起来看到美国股市大跌 各位 未必 跟你讲 腾威 对不对 4块半的股价在100块 6块 在89 所以这档股票 下礼拜抗跌一涨 抗跌一涨 好 再来胡脸一样 好 再看一下 各位 这个 加帮 对不对 5.3 75.5 5.09 108 你要让它跌到哪里去 5.9.2 1151 先进光3块2 180 各位 这个你要让它跌到哪里去 好 你再注意一下 这档股票 我跟你讲 新钱 好不好 这个也是车店 3块2股价 180 6块钱股价73.7 今天已经大跌 反应美国股市大跌的影响 所以明下礼拜抗跌一涨 这个地方 今天已经大跌了 下礼拜这个低档有限 所以说 好 再来你注意一下 跟你讲 有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一个是面板凝组件 这个利荣 好 第四季营收 比第三季 即增 你看一下 达星 第三季 第四季比第三季 衰退多少 14.6 所以他为什么怎么样 第四季 公告出来只有1.05 第三季是1.64 可是第四季 比第三季 季减 14.6 可是你看一下 利荣 季增 5.9 所以看一下 利荣 EPS 5.5 股价在68 达星 5.09 在108 那我跟你讲说 达星最近怎么样 也会反弹 可是各位 你不觉得这一档股票 已经跌到好的买点吗 为什么 你自己去比达看看 第四季 季增5.9 第四季 季减 16.4 所以他的EPS 他已经公告了 第四季 5.09的股价在108 也会上 那5.5的股价在68 各位 你不觉得 非常好的买点吗 各位 所以 今天美国股市会大跌 也受应该影响 那我们股价 今天主要除了台积电以外 其他AI45G DG期的股票 对不对 业绩股 AI45G 还车电 都已经领先回档了 就是反映 今天美国股市大跌 那中南美国股市今天大跌 我希望今天美国股市真的崩盘最好 最好是崩盘 这是开玩笑话 不至于 但应该会大跌 大跌怎么样 我跟你讲的这些股票 已经反映了 顶多下礼拜 先下后上 各位 认同黄老师观点 请你带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今天跟投资朋友报告到这里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